早晨,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平時小朋友上學,媽媽我會做什麼 兩個小朋友今年開始搭校車,但我依然要早起床 要和他們做快測,傳給學校看,和他們準備好,吃早餐 他們今天學校有中秋節派對,所以都穿上了 好,送完他們上校車,我都準備要化妝去上巴雷舞堂 上課的日子我需要一個持久度高,有防汗的粉底 一定要夠輕薄,讓皮膚可以呼吸氣 所以我喜歡用我最愛的Charlotte Tilbury Airbrush Flawless系列,去完成整個底妝 這個粉底之前都拍過測試一天,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這是我這幾年都很喜歡的,大家看到它的遮瑕度超級高 和持久度,一點都不黏,感覺很清爽 定妝方面我會用我最愛,就是Airbrush Flawless Finish Powder 這個之前都說過很多次,以及已經在用第二盒 我會用這個很方便的碎粉掃去擦,它的掃毛是超級密,很滑 上粉、碎粉和胭脂都可以 它是英美排名第一的粉餅 拿過很多獎,以及很多名人和化妝師都很喜歡用它 我自己很喜歡它的粉質,超級幼細,又很輕盈 特別夏天,這麼熱,這麼焗,在面上是超級舒服的 它又可以幫我遮瑕我的毛孔,好像有層濾 每次拿的份量都剛剛好,妝容就會很有空氣感 因為我平時跳芭蕾或溜冰都會出很多汗 所以我會針對在容易出汗的位置,特別是T字位 然後就很想和大家分享它們新推出的 Airbrush Brightening Flawless Finish 這個粉的顏色是透明,再加上有幼細的閃粉 就可以做到反射光線和補光的效果 我會用這個Powder & Skull Brush去擦在一些光亮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突顯自己的輪廓,又不會太誇張 如果大家想節省時間,都可以直接把兩種粉混在一起塗上面 就可以有一個整體膚色提亮的效果 化妝新手都很容易用到,直接塗在你的臉突出的位置就可以了 這個也有控油的效果,但它也可以做提亮 好像濾溝或粒陷位置都可以塗上 你會看到明顯是提亮很多,而且濾溝位置看起來都沒有那麼深 大家可能會問,到底這兩種粉餅有什麼分別呢? 金色包裝主要是有Matte和去油光的效果 而白色包裝就是有提亮、提升和均勻膚色的效果 混合在一起用,就可以製造一個藍體的妝效 當然不少幫大家爭取一些優惠 今天起至10月16日,大家可以在Charlotte Tilbury的e Pop Hub 買滿1300港幣,就可以用我的Promo Code 他們會送一個迷你尺寸的Film Star Bronze & Glow Palette 我會把連結放在Info Box,記得不要錯過 化妝好後,我會準備我的水瓶和運動袋 給大家看看,What's in my ballet bag 這是我的ballet bag,首先我有雌手翼 然後我有我的芭蕾舞鞋,其實我有兩雙,是不同闊度的 然後之前買小朋友的衣服送下的一個袋 我會用來裝我的芭蕾舞衣服 有我的Leotard,今天選了黑色這一款 Rap Skirt,我配搭了這個灰色 還有絲襪和乳貼 因為有些Leotard不可以放一個布袋 所以我就會戴乳貼 好,我整袋會放進我的運動袋裡 不少水瓶,試杯口罩,錢包,車時 最後不少的是我的定妝粉和水粉掃 因為這枝掃有蓋子,方便衛生很多 還有一個環保袋,因為有時會買鬆 好,可以出發了 好,我現在換好衣服去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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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完堂其實你會看到妝仍保持得很好 但始終出汗又有口罩焗著 我都會用Airbrush Brightening Flawless去補一補妝 Charlotte Tilbury的粉用來補妝真是一流 特別是做完運動都不會掉到一塊塊 補妝時塗上粉也不會卡粉 整個妝效可以保持有打燈的效果 亦都很無瑕 上完堂就去買菜 然後回家沖一杯冷的茶 這是我最近很喜歡的Lyche and Rose Tea 然後當然馬上收拾我袋子的東西 然後我決定下妝準備接小朋友放學 小朋友回來洗完澡 有自己的免費時間 他們會在這裡玩 我今天因為要做麵包 就不能陪他們玩 因為他們明天沒有早餐吃 今天就做他們很喜歡吃的生吐司 吃完一次真的不能回頭 我經常都會做 今天叫了這個壽司外賣 我經常都叫這間 因為他的性格比也很高 壽司也不錯 挺好吃的 我喜歡 然後也是忙搞小朋友睡覺 跟他們刷牙、看書 然後你會看到 Mochi也很喜歡跟小朋友睡 也會把妹妹的枕頭去睡 然後我會在房間休息 最近也很喜歡看一些 在YouTube的紀錄片 去認識世界不同的地方 人們是怎樣生活 我也會把這條影片的連結 放在Info Box 這是聽過全世界最冷的地方 看完真的大開眼界 然後我和波波都準備睡覺 因為第二天早上也要很早起床 我們就在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 在連結店裡 在這條影片見過 我會有想像 你會有想像 我會有想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